我是EJ游戏公司的投资代表 李曼 我这次是因为你才回来的 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不能 不要再来纠缠我哥 可能我这么说你不会相信 但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伤害你们 你行了吧你 我劝你趁早死心吧 我哥跟陆里感情好着呢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们之前不会有什么的 你要对易成有信心 就算他现在给不了你想要的感情 你也要相信他的为人 你们在干什么 他是在安慰我 安慰你什么 工作上的事 工作上的事就要搂搂包包 那又更严重的是 我头顶是不是要犯绿光了 你跟黎曼 我跟他什么也没有 你别以为我们领证了 你就可以对我的事妄加传测 我没有妄加传测 这是觊觎逻辑 不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不想回答你这种回脚蛮缠的问题 放开 我要是再主动找你 我就跟你一样是笨考烂 我告诉你啊 你要继续跟黎曼不清不楚的话 小心嫂子有一天受不了你 报复性出轨 小鹿 今天晚上多亏你了 陪我这么久 你干嘛这么客气啊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腾举手则上写了 十一点之后不能发出声音 你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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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十点四十了 你不是还没睡吗 不会打的 毫无疑态 穿得跟男人婆一样 张艺诚的眼光可真是奇葩 喜欢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款 曼姐 我觉得这事不对劲 他们公司又没有 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那他们为什么要隐婚呢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蹊跷 喂 李总 张艺诚已经答应了 您为什么让我跟他们说 公司没选上 让他们继续开发新游戏呢 你觉得成色不错 我觉得不够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你有事 就只说 不急 我们先谈谈 三年前的事吧 这是我完成的策划书 你不过昨天一晚上没睡了 有什么问题要好好看看 哎 不是 有什么问题睡醒了再说 睡觉 陆离家庭条件非常一般 但是我妈呢 就是喜欢她 賴依诚呢 她同意结婚吗 她敢不同意 我爸就让她公司关门大吉 你说 伯父用撤资 威胁她结婚 我听说 你因为这个女人 跟小黎都闹了矛盾 如果你有分寸的话 就应该远离这个女人 不要因为她破坏了你跟小黎的感情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和上次一样吗 和陆离串通好了把我灌醉 然后让爸用公司来威胁我 妈 我已经在你们的协谱下结婚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用公司威胁你 你才同意跟我结婚的 如果你现在想离婚的话 我可以随时跟妈 跟阿姨解释 协议签的是一年 现在还不到一年呢 你怎么没有点契约精神啊 她还没有彻底放下离婉 她这是婚内出轨 她是被她父母用公司威胁 才同意跟我结婚的 小七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呀 来 这张好美呀 摄影师说让我们挑几张照片 精修一下 那不就是应付我妈的道具吗 有什么可挑的呀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拉低了我的大片的质感 你去睡觉吧 我自己去 你干嘛 够了 等下来 你不配带着程序组 三天时间交接工作 你想替黄仁勋说情 江总 大黄已经深刻反省了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再给他一次机会啊 你在用什么身份跟我谈条件 走后门的下属 还是户口本上的妻子 我说程序组的人 怎么在办公室吃东西呢 原来都是你带的头 今天是特殊情况 这些都是陆离做的 你们在干什么 我先去工作了 怎么 打扰到你们了 我怎么说也是你名义上的老公 你跟其他男人过于亲密 我都没有权利过问一下吗 好 你有权利过问 我有不回答的权利 你 好啊 黄仁勋 你把他们合伙起来算计我是不是 算你喊 你奶茶都没拿 你不是说好的都是你的吗 你跟姜义诚到底怎么了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打扰了 陆小姐 我们后厨快要下班了 需要现在为您准备预约的菜式吗 我们大学的师妹叫黎曼 来面是助理的 挺安静的 就你吧 三年了 三年了 你终于敢出现了 他回来干嘛 给你道歉 应该不准是道歉吧 他知道你结婚了吗 还有陆离 知道你们的事吗 糟了 我居然把他给忘了 先生 我们已经结束营业了 你好 有没有一个叫陆离女士的预约 那个位置是有个陆女士 不过她一直在等人 我们是关门了她才走的 那个女的 有点眼熟啊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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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啊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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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拍一张照片 没必要 没必要 你们再过来 我就 姑姑 你说这样的吗 没问题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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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对啊 坐下 陆离 我不行 不坚子 Як 比如说